好的 欢迎回来 具有多元文化背景的 法拉盛社区经济持续蓬勃发展 为了更好的服务商家和市民 大法拉盛商会理事会 今天正式成立 来看记者陈小天的报道 在纽约前几年经历金融风暴的时候 法拉盛地区经济一直独秀 多元文化的背景 勤奋地压抑文化特点 让法拉盛的经济持续蓬勃发展 大法拉盛商会应运而生 由各行各业精英组成的大法拉盛商会 理事会今天正式成立 大法拉盛商会获得政商界大力支持 肯定商会起到把商家联系在一起的作用 向政府发出有力声音 他们应该发出他们的声音 发表法拉盛的声音 告诉市政府什么什么是不公平的 商会本年度将举办多个工作坊 关注小商家和消费者权益 为商家们提供帮助 因为交通很多的问题 清洁问题 餐馆的执照问题 怎么样申请到牌照 怎么样让它的行业更进步 能够match到市场的要求 这都是我们现在这个 Great Chamber Fressing Chamber of Commerce着重的方向 他们已经计划很久了 现在终于成立了 那我也很高兴看到就是从各行各业的人 都来参加这个会议 多元的社区有多元的需求 商家和市民对商业信息基础建设的需求 尤其如此 大法拉盛商会联合发出各方声音 将备受关注 这是新唐人记者陈晓天 吉米在纽约的采访报道